好 我们继续来看 他这里讲到释迦佛跟这个分身的地藏菩萨说 他其实是在教他们 告诉他们度化众生 那么 这个要非常大的这个慈悲心耐心要坚持 因为众生不是说我为你好 他就 相信你他就跟着你 他自己有时候也做不了主 很多人自己做不了主 他也想要变好 可是他就是没办法 所以要有很长时间 因缘或耐力耐心 所以他这里讲 那现在有分利根跟顿根的 那么顿利根的 一种就是智慧比较利的 独暴比较多的 智慧没有那么利 那顿根的要很久很久 那么他才开始 重善根而 那结善你才会造善业 发善心 那有一些 比较重的 甚至他也不发善心 也不造善业 他根本就 连相信都不相信你 他不相信你 你说的话他不会去做 他不会信 那么所以 他说有这么多差别的众生 各种差别 这种不同 不同类的众生有非常多的差别 那主要就是 利根跟顿根 这种 那顿根就是有一些人 你久劝他会信 有一些人久劝不信 甚至还会毁谤 那有一些人利根的 你们一说他就懂了 他就知道要怎么做 那有一些人要说过很多次 他才知道要怎么做 还要带着他做 做几次他就会 那有一些人不用 你讲一次他就知道 那个其实就是熟不熟的问题 你家互进的有几家 便利商店有什么 你很熟就跟你讲你去西门买 你就知道要去哪一家买了吗 不熟的话 要告诉你 走哪一条路经过哪里有一家 便利商店那便利商店有买什么 那你去把他买的东西买回来 要讲得很清楚 那有一些 刚 刚生完期他不要去买 你叫他买他也不要买 那类似像这样 好 那么 不管这些人 顿跟利根 都是怎么样 分身度脱 就是说 那么都是想尽办法 那么要 要 要利益他 那 就是 就是你但是 我们说的分身度脱 并不是说因为他时间很长 所以你必须辗转教话 那么法要辗转相传 相教相见 那基本上是这样 佛弟子也是这样 第1个就是辗转要相传 所以以灯传灯嘛 必须辗转相传 才可能分身教话 辗转相传 那么我传给你你传给他 那么即使佛不在了 即使佛不在了 那么他也可以得到佛法的利益 虽然就在佛也不在啊 但是经过 辗转相传 我们现在还能够听不到佛法 还能够知道怎么休息 还能够知道那个道 所以辗转相传 相教相见 那么 引导你向好的那一边 那么 劝劝导你不要向不好的那一边 那么才能够好分身教话 那么当你起烦恼的时候 对家人对劝导 那么说就要相见 那么生团里面也是这样 并不是所有人都佛来教佛来说不是的 我交给你 像舍利弗募建人 交给舍利弗募建人 舍利弗募建人 舍利弗募建人不在了 那么舍利弗募建人不在了 一样 辗转 辗转相传 那么相教 相见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分身教话 那像地藏菩萨也不在了 那么分身的地藏 就这样 所以他后面会讲 跟接人讲 那么从佛到佛 从释迦佛到弥勒佛中间 中间 那么释迦佛也不在了 弥勒佛还没来啊 那怎么办 就是要靠分身 就是要分身是什么 分身就是我们 学习佛法的人 要承担 承担 让佛法 辗转相传的责任 不管是在家出家 就我常常在讲 那么我们佛弟子不管在家出家 都要有为佛教 不忍众生苦 不忍圣教酸 那么众生苦是因为圣教酸 圣教酸所以圣中 就是佛法没有 真正的佛法没有显养出来 所以我们都要有 舍我就是 不持佛教 不持佛教 舍我其实的概念 修学佛法当仁不乱 就是我们修持佛 修持佛法 修持佛法 当仁不乱 当仁不乱 那么 互持佛教 舍我其身 就是 你必须要有这种承担 就是 我是佛弟子 我就有 特担如来 家月这种承担 在家出家都一样 为什么 你要知道 你现在 你现在不把你所懂的佛法 传出去 除非你这一生解脱 你下一生在来的时候 听不到佛法 你要怪死 没有佛法 没有佛法是因为你前生没有把他传向 在你这一代灭掉了 你下一生你再来 你坐人再来 你要去哪里听佛法 你说我没关系 我去极乐世界 最好能够去 祝福你能够去 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没有去呢 你再来 你能够听到佛法吗 你听到的是佛法吗 这个是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没有把他传向 所以也为众生也为自己 我交给了你 我交给了你 你又交给他 一代一代 我再来的时候 我又从 好几代的那个 我又听到我 传了佛法 我就有数 这个我学过 我马上就知道了 有没有 我再进一步就这样 辗转相传 我们辗转真善 是不是 佛法是这样的 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能够辗转真善 那么 所以 你有时候为什么时间 因为他 全佛不是一次两次的事 他是很多事 那么这很多事能够辗转真善 你能够正见真善 是因为你每一次来都有正法 那么你都知道要修学正法 你都能够理解正法 而且你都弘扬正法 你说那我没办法 那我就护持正法 一样啊 你要不修持正法 你要不护持正法 那么这个都会跟让你跟正法有因缘 所以你才能什么 政见真善 政见真善来自于你护持正法的心 跟修持正法的心 护持正法你就有那个正法的缘 那么修持正法你就有那个正法的因 你有因有缘 正见真善 真的这个事先是这样子 那么你要能够 你为什么会护持正法 因为你 确认这个是正法 那么你也许有能力 也许 没有因缘修持正法 但是 因为你护持正法的心 你未来就比较有修持正法的因 跟远 跟有那个业 那所以 你之后 为什么你能够正见真善 一次一次 真善就是 每一次每一次 都 往上往上 向上向上 这样就拖 你能够 你能够 文法 见法 知法 入法 得法 那 那么 是因为你这个有真善 那么真善你才能够什么呀 向解脱 你才能够真正 听到一无所住而生其心 看到灰花落叶 看到杯子打破 你就能够知道无常无我 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 深刻 这个深刻不是你这一生听的 是你过去生许的 他不会忘思 我们的心 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烦恼的 一个是清静的 烦恼的也不会忘思 你烦恼会相续 那么 清静的 也不会忘思 清静的也会相续 但是烦恼的 会障碍 清静 他会复战 覆盖 障碍住 让他没有产生作用 让他没办法产生作用 所以 我们现在 现在就是要让烦恼变上 那么我们过去中也许有累积的东西 你像 你像那个坐立盘头琴 他过去也 也是三藏法师 但是因为他的我慢心 覆盖住了 所以他的智慧产生不出作用 记忆力很不好 但是一旦把他那个障碍去掉 他马上就成就 马上就成就 你像央觉摩罗 央觉摩罗他过去也是 也是有修行的人 但是他的因缘不好 遇到他那个 他那个师父 教他造那个恶业 所以他造了很多的恶业 但是他过去也有好的因缘 后来才显现 那么佛陀来教化他 他也很快正阿勒犯 虽然杀了那么多人 他还是正阿勒犯 你说在家的像阿哲世王 阿哲世王一开始 是护士提搏大多的 后来他发现错了 又护士是 释迦佛 然后护士加设结极经典 虽然造了那么多恶业 他也是可以证件就杀 那个就是 他过去有不好的缘 那么这一次成熟 但是他过去也有好的缘 就是他有好的不好 他有的人不好的不多 好的很多 那么所以他障碍不多 那么有一些人他会经过一些障碍 比如说阿哲世王 要先经过提搏达到这一层障碍 那央掩摩罗要先经过 要先经过他似乎那一层障碍 然后才到释迦佛这边 那么但是有些就不用 那所以我们这一生不知道就不知道 过去造了什么不知道不管他了 现在生这一道 我们要 我们就是要 不执政法修持政法 那么未来未来 你修多久 你修持多久 护持多久 你那个因那个缘 就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他决定会产生出力量 决定会 因为有因有缘事先起 那有因有缘事先面 那么所以有因有缘解脱会成就 有因有缘智慧会显现 那么所以我们从这个知道 这个因缘都在这个心 我们现在这个心 那么不断不断朝向 朝向政法 政见 所以你 你有这样的心 所以我常常讲 你说你修持 修持佛法要舍我其身 那修持佛法要当仁不让 你有这种心 我告诉你 你真身就算没解脱 你一定是什么 政见真善 解脱善根 见见真善 一定是这样子的 那你要行菩萨道 像这里讲的是菩萨道 菩萨道是 累是要来的 那么你没有政见 你来是受苦啊 你来是造业 你是累积烦恼 你不是积功累德啊 你是积祸 累业 累苦啊 那那个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你要了解到说我们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 因为难得学习到佛法 有人生学习到佛法 那么能够听见正见 能够理解佛法要尽量的去理解 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能够从佛法中 了解佛法的真实意 到底他在说什么 这样说有道理没道理 不要因为权威就相信 不要因为传统就相信 不要因为大家都相信你就相信 而是因为 你透过你的思维 然后透过你的实践 那么你如实知 如实见的 所以你能够文法 能够见法 能够知法 能够入法 能够得法 那么这个都是从文法 文师修了 那么才有正的 见法 知法 入法 得法 都是正 那么所以 我们 我们现在提起学习佛法 最欠缺的就是这个 智慧的启发 智慧的启发 智慧的掌养 然后 最后智慧成熟 他才会显出那种作用 那 这个是 就是说 我们现在学佛要好好想想这些问题 而不只是人与预言 两后对吧 那这个是没有预意 好 我们在我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那么 这些众生我们都分身杜托 有分身教化 让他额语杜托这些众生 这个是 未来 那后面会讲 这个是连结到后面 那么 破线 那怎么样分身杜托 那么他有两种 一种就是 那么 破线 男子生 破线与人生 这个是视线化线 那么分身当然有一些 我们从这个分身的概念 分身有两种 一种就是 佛菩萨的分身 一种其比不适 佛菩萨是有教化的 教化的众生 那就是佛菩萨的分身 那么 破线 男人 神 破线与人生 那像观音菩萨 千祝其九千秋月 当然也有可能 因为到了几地菩萨之后 他会分身 他是会 但是这里的重点不是 佛菩萨的分身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观音菩萨一个人就够了 他可以千百亿化身 他可以教育千百亿人 不是的 他是斩转教化 佛法是这样 那么 教化这个人 这个人得利益 这个人在把 从佛法中的利益 在教化那个人就这样 斩转得利益 很多人都得到度化 那么霍献天荣生 那么这个是视线的 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说教化的 天 天 天跟荣 那么也有可能得到佛法的教化 那很多荣王 因为十三月道经就是为荣王讲的 那么道立天 为道立天 为很多天人也讲很多经 那么这个也是 我们也可以说是佛的分身 多信 神鬼神 那么也有为 神跟鬼 那基本上 佛教 佛教六道里面没有神 没有神道 只有天道 那么鬼道 那么 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有天神跟鬼神 比较有福报 比较有福报的 我们把他叫做神 鬼道里面比较有福报 我们把他叫做神 那么 比较没有福报的 那可能就是我们就说有财鬼 有威德力 威德从哪里 从他的福报 修戒修定 他就比较有威德力 他有修服 有修戒 有修定 他就比较有威德力 比如说关公 那么关公他基本上他是 有戒但是他的戒里面有一条 持的比较差就是 不杀神 所以杀很多人 所以他 他基本上 如果是的话 他基本上是鬼道里面的有才鬼 像土地公 土地公是修福的 福报修的比较好 那么 你有福报 有戒有定 那个都比较会有威德力 就是那个神本身会带有威德力 那么威德力就会比较 很多人 就是他的灵感性会比较强 他的能力会比较强 那么他就会比较多人共同 就是这样 那天就不用了 天吃我们就不跟我们不一样 天神十三月周成 那霍现神鬼身 那么这个是所视线的 所视线的身份 那么 那 霍现山林川原和池全体 这个视线之处 霍在山林中 霍在川原 川是河流 远是平远 山是山 山上 林是森林 那么 山峰森林 那么 这个河川平远 和池全景 这个是视线之处 视线之处 那么 不管是 视线什么身 在什么地方视线 都是什么 都是要利益这些 都是要利益这些 利益众生的 菩萨都是为了利益众生 西街杜托 那么都让他们 以法 而能 杜托 杜托是杜托什么 杜就是超越 杜 脱领 脱领什么 脱领生死的树 我们叫脱领苦海 脱领苦海 有时候叫超度 杜托 其实就超越烦恼 那么脱 脱领生死苦海 那么 霍现天地生 那么这里 这里 前面讲的是天 天是天人 龙是 龙是畜生到里面 比较有能力的龙王 龙子 这些 龙女 这些 那么 这里就是讲 食善业做成 那么 或是 他这里的天是天地 这个都是王 前面讲的是 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 天龙神鬼 天就是天龙八部 那么这里讲的 都是王 天地就是 天王 天王是刀立天主 指的是 一般佛法里面 佛法里面讲的王 王基本上有四个 刀立天主 是天王 那么 这个是玉界天的 那么33天的天王 玉界天的还不是 玉界天的是魔王 玉界天的是魔王 那么 但是他一般 天来讲的话 基本上就是天王 是33天的天王 是道立天的 佛地值比较多 然后第2个 是所谓的 犯王 犯天王 在这里讲 莫羡 犯王身 犯王 那第3个 就是 我们说 天王 魔王 犯王 转轮圣王 基本上讲是这个 四个王 那我转轮圣王 是同领世界 所以 转轮王身 这3个都是王 这3个都是王 天地就是 刀立天王 刀立天王 所以 我们叫天王 犯王 转轮王 转轮王是人生 但是 他是 统领世界的 那么所以这3个都是 天王 人王 好 那么 这3个都是王 那么 另外 在讲 居士生 居士生 像这里讲居士生 后面讲 幽泼色 幽泼影 那么居士跟幽泼影有什么不一样 那 基本上来讲居士比较是属于修道的 修道的在家人 那你说幽泼色 幽泼影 不也是在家人吗 是 但不一样 奴士道 修道不一定修的是佛道 修的不一定是佛道 那么你只要是修道的都可以叫居士 奴家的居士 道家的居士 佛教的居士 佛家的居士都叫居士 那么像斩者 一般 一般有居士来讲 比如说这些斩者他就叫居士 居家之士 一般居士是居家修道之人 是就是人 居家修道 居就是居家 居家修道 他不一定修的是佛道 他修外道也是居士 基本上是这样 或是获献居士生 长者 一般长者就是居士 霍献国王身 那么 国王也不一定是佛教的 基本上这个是身份的不一样 就在社会比较有影响力的 一个是国王 一个就是 大富长者 这些长者 那 他们基本上 那么 这些长者 有时候长者就叫居士 那么 一般佛教里面来讲 或是宗教里面来讲 居家 在家修道 他有一些善业 那么有一些修习 他不一定是修佛教 他也就叫居士 那我们的居士来讲 那么大圣里面 比较有名的 男众叫做维摩姐 女众叫做圣漫 这两个是比较有 那么阿含经里面来讲 男众比较有名的是 执着长者 或虚达多长者 虚达多长者 是修这个盖这个旗眼金色 那 这个他是因为盖九零色特别有名 那居士里面比较有名的像 维摩姐 那么这个是佛教的居士 是执多长者 执多长者是正三国 而且 很多在家里讲经的 最多的就是执多长者 执多长者正三国生到五步环天 他在五步环天就小国不能带在五步环天 又从五步环天下 你看他这个思维的习惯 他就下来休息 那他正三国 那在家的话就是 肚子母 披舍区 那么他是互生定义的 他正出国 他七岁跟着他爷爷去 去听经 去舍卫国听经就正出国 但是他就一辈子都正出国 到他要 要往生之前也还是正出国 但是他一生都互生定义的 互生定义的 那么这个是阿含经里面比较有名的两个句子 就是修学佛法 就护持生法 就是修持佛教 修持佛法 护持佛教 护持佛教第1个是 护持佛教第1的 屁舍区 就入职母 修持佛法第1的 值多长者 那我们在家出家都要这样 你说出家也应该护持佛教 出家怎么护持佛教 一样 弘法就是护持佛教 除了自己修持之外 放在 护持佛教 护持正法 那么 出家的重点在修持佛法 那么有能力 弘养佛法 没有能力你还好修行就好 那修到让所有供养你的人 都有福报 因为你有修行 那么所有供养你的人都有福报 那么就是 就是你的修持正法 那么能够你对正法的修持 能够让所有供养你的人 都能够得到福报 那么在家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以护持佛教为主 但是也要努力修持正法 那出家以修持正法为主 努力的护持佛教就是要弘养佛法 那么这个是 那么你有进一步的新 那么受罚关在这修少分的出家 像是多长者 那有些有些他也离武裕 他也离武裕他正三国 那有些也可以正拉的话 有些也可以正拉的话 但是他正拉的话 他虽然没有现出家项 但是他等同出家 其实是这样 所以在家里其实也可以 但是如果有很多因缘没办法 那就以护持佛教为主 但是你不能只是护持佛教 修佛不修 不行 你还是要修持正法 但是你修的就是 你要发普遗心 如果大胜的话 你就是发普遗心 那么 实施施施要受八观灾界 或是要持八观灾界 离武力 然后要修四念处 行八正道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 这一辈子 下一辈子的解脱 是这一辈子累积的 真的 那你有福吧 你护持正法 你未来一定 因为你修持正法 你内心有正法 你护持正法 你有善业有善人 那么你内心有正法 叫做有善根 有善根 解脱善根 你有正法是有善根 那么你又有善业 你因为 你因为护持佛教 你有善业 你有 你护持了 你护持道教也有善业 你护持其他宗教也有善业 你行 你持 你做 你做这个慈善也有善业 但是 你不一定跟佛教有缘 你护持道教 盖庙 那么也是有善业 但是你身道教有缘 你护持天主教 那么 你跟天主教有缘 现在你护持佛教 你有善业 跟佛法有善业 你有善根 有善业 有善业 你害怕你不得度吗 你一定会得度我告诉你 真的 有应有缘世间级嘛 就善根善业善业 善根善业善业 都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你这个心 来自于你政见的心 真的 所以我们好几了解这个东西 其实 一样一天过一天 每个人都一天过一天 但是 你知道了你这一天过一天 你是 你是向善向上向前后 一天 比一天 更进步 就是辗转真上 一事 比一事 更清楚 辗转真上 这一辈子 累积的 下一辈子 让你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那如果没有 你这一辈子造了很多月 覆盖了很多 这一辈子造的让你下一辈子更痛苦 更不明不白 因为你不清不楚的造恶业 你就不明不白的受痛苦 真的 你很清楚 你有政见 你清清楚楚的 深重善根 广结善业 多造善业 你未来 你未来 就会很清楚 很明白 那么知道 虽然有隔音之谜 隔音之谜 你的习惯你的心会带出来 他不会 他不会 你睡过一觉之后 喜欢吃的一样喜欢吃 不喜欢吃的一样不喜欢吃 你不会睡过一觉 重新再来 没有 没有再重新培养 那个已经形成一种习惯 一样 我们对 修持正法的习惯 不持伯教的习惯 那么广结善业的习惯 不会消失 不会消失 阿罗汉都还有习惯 你把这个习惯 放在 修持正法 护持佛教上面 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从中得到灵 一定 那这个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那么一天过一天 一天 迷失过一天 虽然在佛法中 没有得到佛法的真实 真的是入宝山空佛而回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那你每天 每天 你每天都知道要怎么对治烦恼 控制烦恼 每天都知道 要修持正法 要护持正法 我告诉你 一天一天的过 这一辈子走 你修 你就修 一天每一天都在休息 每一天都在休息 那你 你就是 时间 时间慢慢慢慢过 一过了就很大的差别 一样在佛法 30年20年 但是过了你就会看到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下辈子在 哎呀你怎么那么聪明 立根的 立根的过去这样 其实这样 顿根的呢 顿根的就只是到 自私 自己造烦恼 那么 那么 自私自利 那么很多的 很多的时间 心力 因缘 都结在外道上 都结在 血法上 我告诉你 那还不立根 啊 你的灯都不太亮了 你还用黑布把它盖起来 那哪里看得到 啊黑布又越来越多 这个黑布扯掉又有另外一起黑布 啊 那你看 那 那你的灯都已经不太亮了 电力都不太够了 你还给他盖 盖黑布 那个其实就是这样 证件都不足了啊 你还在协键上广照音乐 那这个是没办法的 那我们往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啊 现 这个三个都是王 天王 放王 转轮王 那有时候天王这个是33天的刀立天王 有时候是讲四大天王 那个也是天王 啊 但这里讲了三个 啊 就刀立天33天王 啊 放王 啊 放王是出产的 啊 出产的 那么 转轮王 转轮王是这个世界的 统领这个世界的 莫现居士生 莫现国王生 莫现宰府生 莫现官属生 这四个 这四个都是社会上有影响力的 我们说居士生就是居家修道之士 他不一定是佛教 啊 但是他就是 社会的这些长者有名望个人啊 那叫居士 国王就是国教的领导者 宰府就是大 他也有 像行政院长啊 另外院长啊 这一些 啊 那么 官属生 啊 就是 行政院底下有几个部门 啊 那么 立华院底下有几个部门啊 那么 宗教科什么科科长啊 那这就是 官属就是 这一些主要官员的部署 啊 前面的是大官 这边的是小官 就是这样 他也有影响力 他也有影响力 这个都是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人 啊 因为你有影响力 这个就是维摩姐听说的 啊 在居士居士中尊 啊 在什么中什么中尊 你这一类的人 啊 这个人最行人 这个人最有说服力 这个人最有能力 大家都比较听他 那么你就是那种 那你为什么会是那种 因为你有智慧 你有慈悲 你有定义 你有善能 你 你一个人成就相应的人 很多人不止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你之前帮助的 之前教化的 你像释迦佛成就 舍利佛勿见人的过去生都是 不止释迦牟尼佛或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 像现在这个也是这样啊 这些分身地藏或是地藏菩萨教化的 地藏菩萨是谁教化的啊 释迦佛教化的 是这样啊 我们接下来看 那这个是 这个是属于世间的 在家的这一部分 那这个另外一个是佛教的 佛教的 这这边其实就是 社会有影响力的人 啊或是在这个世间有影响力的 人或天 或神 基本上是这样 另外一边就是佛教 专门是佛教 那佛教有所谓的七众地址 这里只讲四众地址 那么主要是四众地址 比丘比丘尼 幽波色幽波尼 所以我们说 居士跟幽波色幽波尼 有时候一样有时候不一样 那这里分开进去那是不一样 居家修道就是修的不一定是佛教 那么现在是佛教的啦 佛教有所谓的四众地址 主要讲四众 讲多了叫七众 比丘比丘尼 这个是受 巨族界的 基本上是20岁以上 受了巨族界 男众叫比丘 女众叫比丘尼 那么幽波色幽波尼 这个是在家受五戒 要受五戒才在说幽波色幽波尼 佛弟子 佛弟子没有说 我 我在家学习佛法不受五戒的 没有 没有 后来我们现在只有三规 甚至没有三规 就学佛 那其实佛弟佛陀实在 基本上在家一定都受五戒 而且一定进行受受五戒 那幽波色 是禁士男 幽波语是禁士 禁相近的禁士 伴世的禁士男禁士 曾禁三宝 一定是三规五戒的 叫做幽波色幽波语 那么这个叫幽波色幽波语 那么如果再进一步受八戒 八戒就是八观灾戒 八观灾戒佛教是这样在家出家 佛教是这样 佛教他是在家 出家 那么 后来又有所谓的 菩萨生文 出家 那么在家 在家基本上 男众 女众 男众是幽波色 幽波色 女众是幽波语 幽波语 那么基本上他是受五戒 那佛教 那佛教一定就是归一佛教 叫三规 归一三宝 佛法身 归一三宝 那么跟归一外道的不一样 那所以这个叫正性 归一三宝 归一佛法身 这个生是生团 佛教的生团 那么出家 基本上 撒咪撒咪 撒咪 男众女众 男众 女众 男众有撒咪 比丘 比丘 女众 女众 撒咪你 四叉摩那 四叉摩那 这个是六法界 十界之外就像六界 那么 这个是 这个是 基本上 都是叫巨竹界 比丘比丘女都是巨竹界 那巨竹界像台湾的 中国的那基本上是四分率250条348 叫巨竹界 那这变成七种 那另外有一个 就是一界来分的 其实一界来分的 另外有一个在家修出家法 那这个是八界 八关灾界 那么这是在家人修出家法 少分的出家法 所以他是八关灾界 总共九条件 八关灾界 那就是加上过五不死就九条件 这个基本上都是一界 就是说你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规范 那么有一个特别有一个是在家修出家法 叫做八关灾界 总共是九条件 这个是在家人 要中解脱的善根 那么解脱重点在离遇 离五遇 离遇清俊 离遇清俊 那么他离的就是五遇 离的就是五遇 所以不歌舞唱歌 除了五条界之外 没有 没有非犯 没有这个非犯恨 就是修犯恨 没有男女关心 然后那一天而已 一日一夜 然后 不歌舞唱听 不唱歌不跳 言耳鼻舌声 不然左色身相会处 言耳鼻舌声 不然左色身相会处 那这个义呢 义就在正法上 念佛念法念真 就这样 那么 五根五立七绝之八真道 修这个 那所以 这个是佛法里面 在家出家的规范 一个不同 那他这里说到 他这里说到 破线 比丘比丘 幽波色 幽波一身 那这里 这里是大善心的 都在讲菩萨 所以他有可能 其实 这里的重点 一个方面就是说 菩萨 线这些神 一个就是说 这些人 都可以成为菩萨 不管你是 天龙鬼神 不管你是 转轮王 放王 天地 不管你是 是居士 不管你是国王 不管你是宅 不管你是官署 不管你是比丘比丘 你幽波色 幽波语 都怎么样 都可以这样发行 来教化众生 就是你也可以我也可以 因为你是比 你是幽波色 你是幽波语 我是比丘 比丘 都可以怎么样 都可以成为 释迦国的分神 都可以成为 地藏菩萨的分神 像地藏菩萨 一样的在教化众生 像释迦佛一样的在教化众生 都可以 其实这样 比较积极的事啊 我们不要想说 那个就是释迦佛的事啊 让他不变一点啊 不是这样的 讲的就是你的事 天的人是你 当机众就是你 现在在听经的人 就是当机众 你讲经当天 你以为当机众是虚卜体 不是 当机众 就是在听的那个 听的那个 就是当机众 因为现在是虚卜体在听吗 不是 看起来好像 我讲给虚卜体听 实际上 是谁在听 是你在听 是讲给你听的 所以 修是谁要修 你要修的 你要懂的 这个观念要有 不然我告诉你 你天天独青 你都以为不关我的事 不是 就是讲给你听的 就是叫你要这样做 实际上这个也是一样啊 你说任何精度 你都要这样看 不然你真的是会误会经义 那不解经义 真的是三世佛冤 你冤枉 佛的这种 就是说你会误解佛的真正意思 所以 不管你是哪类的人 你在什么地方 你都可以怎么样 你都可以当释迦摩你的代言 那么但是你要有什么 你有正法 你要有普及心 那么因为这个是一件很累的事 但是如果你有那个愿 你有那个愿 你就不累 真的 你没有那个愿 你就会很累 那么累了之后 你就什么 生疲心累 你就会身心交瘁 怎么样 会退转 会退转 所以他这里讲 永不退转 你阿六 东罗三马 三菩提 就是必须要有这种观念 你才能够永不退转 好 所以他这里讲 乃至 就这些 乃至怎么样 这些都可能是凡夫 那么后面的就是什么 四圣 六凡四圣 六凡 身份就有这些 那么四圣 阿罗汉 辟之佛 菩萨 乃至佛 这个就是什么 你看这个 这个文里面就是 前面 前面是 世间的各种身份 有能力影响的各种身份 那后面是 圣者 声文里面有两个 一个叫做什么 阿罗汉 一个叫做辟之佛 那么 就是解脱到里面 就是二称里面有声文 跟辟之佛 那菩萨道里面 因是菩萨 果是果 这个顿号 我们来看一下 他基本上这个是怎样 就是我们 看这个经文 他基本上是怎样 这个 乃至 乃至底下就是圣者 他这里讲声文 然后 声文相对的其实就是菩萨 那声文里面主要是阿罗汉 其实正常讲应该是阿罗汉 罗汉是简称 阿罗汉跟辟之佛 那菩萨里面 基本上 就是菩萨道 这个是解脱到 这个是菩萨道 菩萨道里面 最主要的就是菩萨会成果 但是菩萨也有圣者 这四种圣者 菩萨 佛 佛陀 这个是没有圆满 这个是圆满 这个解脱到里面 这个都是阿罗汉是圆满 没有圆满的是出国 恶国三国四国 叫做有学 这个里面 前面 这个是无学 那么有学圣者里面 这声文里面 有学基本上是 出国 俄国 三国 出国 虚头 虚头 环 俄国 十头 环 三国 阿纳汉 那么 到四国 阿罗汉 这个是四国 这个都是圣者 这个都是圣者 那前面基本上讲的是世间的 一般的防腐 那这里是所谓 线维一般的防腐 那这个是线维这个圣者 出国 俄国 三国 四国 然后辟之佛 阿罗汉 辟之佛 这声文里面主要有这两个 主要有这两个 就阿罗汉跟辟之佛 那么阿罗汉前面是出国 俄国 三国 讲多的就是出国相 俄国相 三国相 四国相 就变成四双八倍 就变成四双八倍 那么声文就变成四双八倍 就八类 四双八倍 那么辟之佛也有两类 一个叫做布什 一个叫做 灵脚义 那基本上这两个是 主要是这个 这个是 过去生 过去生有证出国 俄国 三国 那么再来 证阿罗汉 证出国 或是证三国 证俄国 那么再来证阿罗汉 这个就是等同 智慧等同阿罗汉 等同阿罗汉 但是辟之佛跟阿罗汉的差别 这个 这个 阿罗汉是有佛的时代 是佛弟子 辟之佛不是 辟之佛是没有佛的时代 或是他没有遇见佛 没有听闻佛法 他自己得解脱 叫独觉 或叫圆觉 独自觉悟的 没有佛 生文 一般来生文基本上是 因听佛 因生而悟道 但这里的生文 一般生文是指阿罗汉 但是我们讲二秤的话 二秤 那么基本上包括阿罗汉跟辟之佛 那如果讲生文有时候单单 阿罗汉 那因为 但是因为生文讲二秤的话 就是阿罗汉跟辟之佛 那一般 一般 生文是 佛弟子 听佛因生 那么辟之佛不是 辟之佛是独自觉悟的 自己觉悟的 那么步行是他以前 佛时代有 但是他这一身兰没有佛 佛法已经灭了 或是佛还 佛还没出现 所以这个时候 他 来震阿罗汉 他就是独觉 他就是独觉 他是步行的独觉 另外一个是 他摆结 修了很多的福报 那么这一身兰 少少的因缘 少少的因缘 看见花掉下 杯子打破 那么看见这一些落叶 他就能够觉悟 他就能够震过 那么这种 这种叫做灵教育 这种很少 但是这种的智慧 超越 超过阿罗汉 智慧超过阿罗汉 就不太一样 那这个是辟之佛 那么这个我们都把它归在生文里面 或者你可以讲 生文辟之佛 菩萨 也可以讲 那生文就是阿罗汉 生文其实这些都是生文 那么 就是圣者 圣者 那辟之佛是辟之佛 辟之佛不是生文 但是如果把 把二称放在生文里面 那辟之佛就是 那么如果这里的话 我们看他 他是这样 乃至 生文 罗汉 他这样 他是把它分开了 他是如果 以他的断句来讲 就生文 生文阿罗汉 然后辟之佛 菩萨 然后佛 菩萨跟佛其实是 一样的 菩萨是因 还没圆满 佛是佛 已经圆满 那么菩萨是要成佛 菩萨是要成佛的 但是这个菩萨 这个菩萨是 从这里来讲 菩萨是因 因地是菩萨 果地才是佛 圆满才是佛 还没圆满叫菩萨 那菩萨其实有四种 那么出发心 九修邪 这个是凡夫 这个是凡夫 那么这里讲的 其实是圣者 圣者菩萨 阿比巴兹 最初的是阿比巴兹 圣者菩萨 最初的是阿比巴兹 不退转 那么这些分身地藏都是阿比巴兹 不退转 那么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一身补处 最后身啊下一身就成佛 那么最高的是一身补处 那么最初的是阿比巴兹 那么所以 这里的菩萨之子阿比巴兹 到一身补处菩萨当中 如果有的话 阿比巴兹如果是七地 就七地八地九地十地 那有些再加上的等觉菩萨 等觉菩萨是一身补处 那么都是菩萨里面 圣者菩萨 那之后就成佛 成佛佛就没有婚 佛没有婚 没有第1第2第3 没有这种没有圆满不圆满 就没有了 所以他这里讲到 我们来看 他说 乃至 申文 罗汉 那么其实前面也可以叫出国 三国 那三国 那么申文罗汉 那么辟之佛 菩萨等 生而以化肚 就是他不一定是 以佛生 然后最后 非但佛生独现 就是 度化众生 可以很多种形式 来利益众生 那么他不是只有成佛 用佛来度众生 不是 这个也是说你成佛以前 从凡夫到圣者 你度众生不是 等我成佛了我才度众生 不是 当你在 凡夫的时候 你就一直在利益众生 你有多少能力 你就出多少力 来利益众生 那么你因为这样 你因为要利益众生 你也 行程致命 你为了帮助那个人 把他身上的石头拿掉 那么身上的石头有30公斤 你就要有30公斤的力量 那么 今天遇到 身上绑着那个 压住 压住的是50公斤 你就要有 帮50公斤的力量 可是你 你能够帮50公斤的石头 是因为你之前 帮过30公斤 其实这样来 就是渐渐渐渐 你那个 你那个叫化众生的能力 越来越强 那一部分 你要利益众生的 变形不退 一方面 你利益众生 因为你不断在利益众生 你吸收了很多经验跟技巧 所以你就不断的 越来越能够利益众生 其实是这样子 那这个其实是菩萨道的过程 这里讲的看起来好像都是地藏菩萨的度众生 不是 他讲的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来利益众生 其实是这样子 这样读起来这本经才跟我们有关系啊 不然我们就好像在读地藏菩萨的菩萨故事读完了 我知道地藏菩萨整个度众生 然后呢 然后跟你有什么关系 跟你没关系啊 那你从这本经知道你要怎么修行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段菩萨怎么修行 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啊 所以我们读经是要明白修行的道理 修行的赤地 明白了一教修行才有修行的功德 这个是这样子 这个其实很重要 我觉得很多人读经 都不明白经的道理 也不知道修经的赤地 我常常讲一部经分三个 这部分 知道吗 我常常讲这个 其实要把它进行 每一部经都有这三个部分 每一部经哦 你们没去找就找得到 你就像地藏经这样 那么 其实他也有啊 他告诉你怎么修行啊 为什么 菩萨是这样修行 其实他就是告诉你 你是学菩萨的嘛 你要学他这样啊 每一部经 经就是道路 每一部经都有三个 他就是修道 修道的 理论 修道的宗旨 应该修道的宗旨跟理论 也可以修道的宗旨跟理论 那这个道 这个道基本上 有所谓的人天道 解脱道 跟菩萨道 佛法里面就这三种道 那么这三种道 都不离开八真道 就是修道 修道的宗旨跟理论 修道的赤地跟方法 修道的方法跟赤地 如果你要 人天道 你要下辈子来 幸福美满 你要升天 师依得一 师侍得死 你要得解脱 你要称认再来 你要行福大道 你要成佛 各有不同的 发先修行正果 各不同 那么他的理论也不同 他的修行方法也不同 比如说 你要人天道 你修五戒十善 你发的是真上真心 你修五戒十善 那么你最后 就能够 做人升天 你要修解脱道 你必须发出一些 要修三无肉血 修三血八正道 那么你可以得出国二国三国 出三戒 那么你如果要成佛 你要发普提心 普提心要修什么 六度四射 然后你可以 得无声法的 然后得 一声补助然后成佛 其实是这样但是不同 修道的方法 而 赤定 比如说你修六度波罗蜜 那第一步要怎么做 你行菩萨道 第一步要怎么 第一步要发普提心 菩萨菩萨要怎么做 要有什么 要 从布施开始做 那布施要怎么做 布施都要跟智慧结合 要有菩萨的布施 没有菩萨的布施 以慧为导拿来布施 他有这个 他有这个方法跟赤定 然后要布施 要怎么布施 因无所住 而行布施 不住色相处 不是色身相畏处法 而行布施 他告诉你这样的一个观念 他有一个修行方法跟赤定的 那么修道的 那么之后 你知道了这个 你就知道怎么修 你明白了他的宗旨跟理论 那你是要往哪一个走 那么他有他的方法跟赤定 这个方法里面有他的施行信责 第一步怎么 第二步怎么做 然后之后才有什么 修道的殊胜跟功德 他才有这些东西 那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就叫做道理 这个就叫做道路 这个就叫做道德 很好记啊 那么每一本经里面都有这个 没上地藏经也有啊 告诉你怎么样修 那这些都是 引导我们 以他 以他为模范 以他自己的例子 来做说 告诉你你要怎么修 以他的经验 以他成功的经验 告诉你成功的步骤 成功要具备哪一些条件 不都是这样吗 是不是 所以 所以我们读今要读到这一点 你才能够真正 了解 这本经的真实义 我们一开始 开经济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一样 愿解地藏真实义 一样道理 好 所以你再来看 非但佛生 独献提醒 就是 你从凡夫到圣者 你成为一个社会有影响的人 你要有影响才能影响别人 你才能教化别人 你都没有影响力 谁听你 谁理你 你看这些都是有影响力的人 你不看吗 这个天龙 神鬼 这个都会影响世间的人 然后什么 然后 天地 犯王转人王 居士 这个是长者居士啊 社会上 社会上的贤打人士啊 国王 彩虎 官署 你看这些不都是有能力的人啊 你是不是 因为他至少有一些能力 或多或少 他能够影响到 那你就是作为一个社会上有影响力的 然后 佛教中有影响力的 佛教中有影响力的人就是什么 这个比丘比丘 你又不认识又不认识啊 然后再多一点就是圣者 阿罗汉 辟知佛 菩萨 拿佛 不是这样 那你要先在佛法中 受到 受到这一些人的影响 然后 辗转啊 不是吗 你从那边得到的法 得到利益 因为你受到佛法的利益 你再把你得到的利益 再一样去影响 迷人 所以嘛 辗转教化 就分身教化 就各得几多嘛 都从佛法中得到利益 那佛法就辗转相传 登登相续 法轮就长转 其实是这样子 好 所以非但 佛生独现起起 不是你成佛了才来度众生啊 不是啊 第一个你要先在佛法中得度 第二个你以佛法来度托众生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你并不是 你完全成佛了你才来度众生不是的 而是 你 你一开始就有这种普遍心 随着你的心 随着你的力量 那么 几分几分的能够做几分就做几分 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 能够做多久就做多久 其实是这样的 尽心尽力而已 我们叫做 诸葛亮说的 鞠躬尽退 死而后 那么 罗官 这个是在跟这些分身地藏菩萨讲的 因为前面他 磨 磨这个分身地藏菩萨的头顶 告诉他们 那么我过去是怎么度众生的 这个就是 释迦佛讲的 我现在你看起来好像我以佛来度众生 我以这个佛生来度众生 我告诉你不是 我以前 或是天龙生 或是神鬼生 或是天地生 或是幻王生 我都在度众生 我不管 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多少能力 我都在度众生 才有现在这个佛 圆满度众生 我不单单是以佛来度众生 所以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第一个 我们修行 不是说要有一定的时间 空间 我们才修行 我们要帮助别人 我们要利益众生 弘扬正法 也不是在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什么 不是随时可以 时时都可以 那么 就说你行普达道 其实是 你什么身份 你都可以行普达道 什么身份 但是你要有影响力 你要有证件 要不然 你没出来还没关系 一出来 大家都受你影响 走入学道 这更麻烦 一忙隐就忙 一忙隐重忙 湘江入火坑 你很有影响力 但是你把一票人带到轨道去 就麻烦了 带到外道去 不是轨道就外道 就很麻烦 这样就不好 所以要先有证件 要先有证件 那么 所以他这里讲 非荡佛生 奴官吴 你看看 他在讲 释迦佛在讲他的成果的历程 他怎么发心修行正果 奴官 你仔细的 因为他讲的吧 他以前是这样度众生的 奴官吴 雷杰 不是一世两世 雷杰 雷杰的菩萨愿 非常的努力 辛苦 杜托如是 杜托如是等 杜托这一类 这么多的 难化 难以教化 刚强 难调 造罪受 罪 罪就是 罪业 罪业的果报 就是 因缘果报 报就是 那么 这个果报就是痛苦 那这个罪 就是罪业 罪业 你造恶业 受果报就是受痛苦 造善业 受果报就是受了 升天受了 露三恶道受苦 那么所以 教化 如杜托如是等 难化刚强 罪苦众生 都让他们得解脱 因为我的努力 因为 那孔子也是这样 那么 为我而不倦 就是 他们没有疲倦的 就是 不断的去利益众生 那个愿力 未尝多吉愿 浩荡 富全成 胡杀的愿 多生累迭是这样 不要怕辛苦 未止得到 不畏奸 不是说 这个世间太难了 我再也不来 不是 你不来 你的父母谁度 你的子女谁度 那你万一再来的时候谁度 都没有佛法 你要努力修学佛法 让佛法永远住在这个世界 我告诉你这个才是 这个才是正确 地藏间保留 在说佛事件 发菩提心 度众生 这样的释迦佛的这个特质 地藏菩萨 把他 地藏经把他保留下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 读地藏菩萨 一定要读到这一点 这个跟其他说 这个事件太难了 要到比较好的地方 那我问你 我问你 你不爱你的爸爸妈妈 你不爱你的侄女 那么 你的侄女 也跟你一样 可以离开 那他们谁来帮忙 就好像 你最喜欢的 留在这里受苦 那你自己 去到那边 你说等我乘佛来 等你乘佛来 他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等你无声乏人 从极乐世界再来 你能不能去 还是一个一回子 但假设你能去 你再来的时候 他可能已经在地狱了 你说没关系 我请地藏菩萨去救 我告诉你没有 我告诉你真的 不是这样救的 地藏经都不是这样消的 我们来看 所以 所以说 那么我这么辛苦 度脱 这么样的一个众生 那么 这个 其有未调谷 还有 即使这样 即使这样 还有人 还有人 没有办法调 没有办法调 十有一二 前面也有讲 还有一些人 没有办法调 我们现在不是 十有一二 我们现在是 打有一二才调谷 五八 打有99到98 十有一二 十有一二调谷 十有七八不调谷 八九不调谷 真的 懂都不懂 所以 随夜说报 随着他夜说报 随夜说报 他一又想要帮他 帮不了 我们说帮不了 有三个原因 一个是他本身没有善根 帮不了 本身没有善根 帮不了 第二个 第二个 他没有善业 那么 你也没办法 他不报不够 他都在三二道 不报不够 你要怎么度他 他障碍住 业障 环瑙 暴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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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 那么他虽然做人 善根不生也没办法 做没有做人 在地狱里面没办法 在三二道里面没办法 你试着教你家如果有养猫 有养狗 你跟他讲一无所处试试看 你讲几遍他才听得懂 你叫他发补 你去试试看 你看他讲几遍听得懂 我告诉你没办法 只会他舍掉促生生 那么他才有办法 那么 随夜受报 那 过多恶趣 你看 多恶趣没办法 如果多恶趣 多三二道 受大股 如果他多了三二道 在受到大股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告诉 这些分身地战 无当意念 你们要想 我现在跟你讲这个 私交佛在跟 跟这些分身地战 就像 我们现在带私交佛来跟 你们讲一样 你要想一想 想一想 我 今天在道立天 殷勤 富足 那么 非常的 那么 忠心的 希望 你们 这些分身地战 你要带 在佛教话 殷勤 富足就是富足 善富念诸菩萨 善富足 除菩萨 那么 并说佛事件 你要 你要知道 因为这些人还在 使用大道 那释迦佛 他有灭度的时候啊 这个是 如果照你来讲 这个是释迦佛 还有灭度 在道立天 为母亲说法 那么 释迦佛在过几十年 他就灭度了 释迦佛不在 那谁教话 当然是 辗转教话 你受释迦佛教话 你在意释迦佛教话 去教话 其他的就这样 辗转教话 那么 你要让说佛世界到 弥勒出世以来的众生 释迦佛 灭度 因为 还有人 现在 我们教话 释迦佛在教话 可是有一些人 还有没有调 没有教话 这些人你会 一样会造二月 他不听 听了不信 信了不去做 做了 没有彻底把他做完 就放弃半途而会了 那这些都会 第一个 他不听 听了他不信 信了 他不依教奉行 做了半途而会 功亏一亏 那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拯救啊 这些人怎么办 谁也说报 那么他有可能多到三二道 尤其是不听不信的 他可能多到三二道 那么多到三二道受苦的时候 你要记得 我今天跟你们讲的 那么 我讲的怎么样 我是 现实 各个世的生 那么不断在教话众生 而且没有放弃过的每个众生 就算他在怎么难以教话 我们也不放弃他 那我们要先有一个观念 就算佛法在怎么难懂 我都要弄懂他 就算佛法在怎么难修 我都要把他修好 修 修好他 真的 我都要 就算他在怎么难 我都要把他修修好 就算他在怎么难懂 我都要把他弄懂 成佛在怎么难 我都要成佛 度化众生在怎么难 我都要度化 这个就是四大用 众生无边试愿度吧 烦恼无尽试愿断吧 法门无量试愿 佛法无道 佛道无上试愿 其实就是这样 这个孔子讲的一样 有福学学之无人无错 我要不就不学 我要学就要把他学到好 不然不中断 所以一样的道理 那么你要 你要 你要 如果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你看到这一些苦难的众生 你要记得 我现在在道理天跟你们讲的这些话 殷勤不足 你要让说佛世界到 你要一直在这个世界 一直在这个世界 在弥勒佛来以前 把这一些人 一直叫忘 叫忘到 弥勒佛 他可以生到 弥勒佛的人间进土 如果你没有叫忘 弥勒佛在 你在哪里 你在三二道 你那些人在哪里 你的父母 你现在的父母见属在哪里 在三二道 弥勒佛也叫化不到 那你先要让他 你要在 弥勒佛来以前 不断叫化 不断叫化 让他不造恶业 让他管众善根 让他管结善缘 在佛教中结善缘 在 在佛教中 在佛法中 众善根 在佛教中 结善� 在众生上造善业 那么他就能够生到 有佛国土 能够到 弥勒佛在来的时候 他会生为 弥勒佛人间进土中的 佛地主 他会在 龙华三位 利根的第一位就得度 顿根的第三位就得度 那他为什么可以在 弥勒佛的 弥勒佛的法会中得度 因为 因为弥勒佛还没来之前 你已经教化他们 你让他们有善根 有善业 有善业 你就是分身 你就是分身是下 其实是这样子 那你自己也中因这样 增长善根 不会增长 你最后持统 这些人最后得度 但是你成统 你度化的越多人 那么你的智慧 你的能力就增长越多 你的福报就增长越多 你让更多人得解脱 你的福费就增长越多 那么渐渐渐渐 你就是从 这个天龙生神鬼生 到什么 到天地生放完生 有福报了嘛 转能完生 然后就像什么修道 开始修道 居士生 然后有影响力 国王载辅 变成有影响力的 居士国王载辅 官署 然后进入修道 比丘比丘你 又破碎又破碎 又破碎又破碎 比丘比丘就变成这样 然后 以修道的生 从在家变成出家 生文 辟知佛 屠杀 最后知佛 看这不就是一个修道士统吗 就是一个修道士 你在每一个身份 你在每一个身份 每一个每一次 每一个时间点 你都在修 你都在种善根 造善业 结善业 你也教人家种善根 造善业 结善业 此心 此业此缘 你一定能得解脱 你一定可以成功 其实是这样子 好 那所以 你要想一想 他告诉这些分身地藏 我今天跟你讲的话 你要记起来 那么 待我不在的时候 从事 这个娑婆世界 一直到 你要不断的 这样的去 第一众生 因为他们都是不退转 菩萨 这些人都是不退转 震监真上才不退转 那么 所以一直要来利益众生 一直要来利益众生 到弥勒出世以来 那么 心识解脱 永离诸苦 遇佛受其 所以 他保留了 保留了 释迦佛 度众生的悲愿 不是说 这个事先太苦了 我要赶快离下这个事先 他们要生要死 我不管 但是我要到去朋友苦的地方 不是这样 释迦佛的悲愿就是 就是他 他从修行以来一直在利益众生 甚至他跟其他的 其他的不太一样就是 他在最苦的地方 教化最刚强 难挑难苦的 那么他永不放弃 增上自己的福位 永不放弃的要 减 减 减少众生的痛苦 要增加自己的福位 减少众生的困难 这个事他一直在做 所以 他告诉分身地藏 我今天跟你讲的话 你要牢牢的自在心上 那么 以后 资加佛灭度了 资加佛在的时候资加佛也会化度 那你也要化度你也要做分身资加 但是资加佛不在了 你要把这个责任承担下 赫丹如来家业 想的就是这个 在家出家都要 你不是说那出家里的责任 不是 只要是佛地子都有责任 因为你未来也有可能出家 你这一生虽然在家 你过去生也可能出家 你未来生也可能出家 那你是谁的责任 没有如果你要成佛那就是你的责任 你而且你的眷属你的父母子女跟谁有缘 跟你有缘 依谁得度 依有缘的得度 所以你必得要让自己有能力 你自己有善根你才能够帮他们做善根 你自己要有很大的善业 你才能引导他们造善业 你自己在佛法中要有很深的善业 你才能够把他们拉进来 在佛教中也结善业 必须要这样你要从自己做起 真的 而且这种心要非常坚定 非常坚定 而且你的坚定来自于你对佛法的肯定 你对佛法要非常肯定 你的心 你这个贺丹如来家业 修持佛法 修持佛法 舍我其谁 不持佛教当然不让的肯定 这种坚定来自于你对佛法的肯定 因为你深深的了解 佛法的如是因如是果 真的 你看这个一段看起来没什么 看起来没什么 讲起来都是道理 都是修许的道理跟宗旨 真的 好 那么所以他 这一段也很有名 你要记住 那么 从 所以 后来 交代给地藏菩萨 从 一直到弥勒 佛灭度到弥勒 这中间的 这些所谓的菩萨 你要尽量的帮助他们 尽量让他们在 佛法中 种善根 在佛教中 结善 在世间中 造善恋 那么让他们 未来 未来 可以 见佛得度 见弥勒果 然后得到度 永远离果 而且也可以学习释迦果的教化 成为另外一尊菩萨 成为另外一尊佛 好因为时间到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好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不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 不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不及一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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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